家琳健康关怀维护您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的收看 由家琳医疗网和我们的节目 住在LA为您所制作的家琳健康单元 今天我们要共同来维护 所有女性朋友的健康 今天我们要教您 如何来预防子宫颈癌 为您邀请到的这位医师 是一位全科的医师 同时也是家庭的内科医师 他是陈磊陈医师 陈医师的健康 你好 陈医师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知道妇科疾病当中 最常见的就是子宫颈癌了 那我们要预防它要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常常听到 我们的妇科医师说 一定要做子宫的膜片检查 先来告诉我们 这个子宫膜片检查 怎么个检查 我想先说一下 这个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是一个 薛丽所说的是第一 最常见的子宫颈癌肿瘤 然后有50万的人患子宫颈癌 你说在美国有50万的人患子宫颈癌 然后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很长的潜伏期 就是说它的潜伏期是10年 就是从它你发现 有这个细胞异常变化以后 就到这个子宫颈癌的状况 就是基本上有10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比较好做预防 所以就提倡 就早去预防和早去预防 那主要的怎么来预防 就是因为这个子宫颈癌 最常见的就是在比较 现在生活比较开放 新生活比较多 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逼应套 还有一个子宫颈癌 是完全跟这个人头乳头转流 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一种免疫针 叫Guard Cell来打 还有一个就是子宫颈膜片 虽然有这个预防针 我们还是要做子宫颈膜片 那就是说什么时候做呢 Sherry所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一般从有性生活以后 三年以后就开始 因为人体对这个预头状病毒 有一定的反应 所以早期做的时候 可能不是癌变 癌变是一种炎症 所以就到三年以后 或者爱是一岁以后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子宫颈癌的检查 OK 医师您刚刚有提到 因为现在呢 这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很早就接触到性生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就会比较高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是这样子吗 是 OK 所以如果年轻的女孩子很早就有性生活了 最好在三年之后要检查 对 就要做子宫磨片检查 要多久做一次呢 一般是每一年做一次 一般是每年 OK 那像如果有生过小孩的 那也是要每年做一次 对 每年做一次 那多 如果说是 你是说21岁以上就要开始每年做吗 对 OK 所以子宫磨片检查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检查 怎么个检查法 子宫磨片检查 其实就是在子宫颈上拿一点标本 然后呢 在显微镜下看这个细胞的变化 OK 所以我们会进入子宫颈 然后呢 从上面取一点标本 那是没有什么痛的 只要是把那个打开子宫颈 然后就从里面刮一点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一般我们在经期以后 经期干净以后做 然后呢 有感染 最好是不是在感染的期做 OK 所以定期的做子宫磨片检查 我们可以有效的预防子宫颈长肿瘤 那如果可以预防子宫颈长肿瘤的话 我们就可以提早做治疗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肿瘤引发癌症 对不对 对 OK 就是因为子宫磨片以后出来呢 一般就是报告就是有五级 当然就是正常 或者是肿瘤就很清楚了 在中间的话 那就有几种 就是像第二级 第三级 有些是炎症的变化 有些是癌症的初期 那和所有的肿瘤都一样 在它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切掉的话 那就可以治疗 完全百分之一百的治疗 那从现在子宫磨片开始以后呢 就是子宫颈癌的死亡率降低了百分之七十 那是很大的进步 那美国也有很多就是提出很多预防的措施 就规定不同时间来做检查 所以健康检查的那些规定的时间都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医生您刚刚有提到有一个预防注射针 是针对年轻的女孩子的 这是什么样子的预防注射针 就是说我们所提到就是说 子宫颈癌呢就是跟这个乳头状流病毒的感染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现在这个预防注射针是一个子宫 这个乳头状流的疫苗 然后注射进去以后呢 是人体产生抗体 那这个抗体 当然如果你已经接触过了这个病毒以后呢 这个抗体已经有了 那注射也就没有什么大的效果了 所以是针对几岁的年轻女生呢 一般来就是现在就在这个打预防针的设计里面 就是11岁到26岁 因为这个 11岁到26岁 26岁 因为他这个免疫针呢 也就在26岁的license在这里 所以不管这位女孩子有没有性生活 她都可以打这个预防针 是不是这样说呢 对 这就是说要预防这个乳头状病毒的预防针 所以从11岁到26岁之间 不管有没有性生活 你都会建议妈妈带着这个女儿去打 对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预防针 它可以预防一个肿瘤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讲到副作用 所有的预防针和药物都有副作用 但我们就是说要比较 就是哪一个是危险性更大 子宫颈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肿瘤 恶性肿瘤 那打预防针会有一些局部的反应和全身的反应 过敏反应 发烧 那比起这个来说是要小的很多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打一次就好了吗 就OK了吗 这个预防针是要打三针 要打三针的 对 三针的 那最近又来审视就给男孩子打 男孩子也有打 那这打是做什么样子的 是有什么样子的功效吗 那就是因为这有乳头状有几百种 有些就产生油 就是皮肤上产生油 那这个皮肤上的油 在男生来说 一个可以预防这些油的发生 另一方面可以减低他们的带菌力 那在传染方面也有很大的意义 就比较不会传染给他的另外一半 OK 好 那么我们想请这个医师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您刚刚有提到 我们要预防子宫颈癌 或是预防子宫肿瘤 变成子宫颈癌的话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要定期的做抹片检查 最好是每年做一次 然后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有这个预防注射针 是给11岁到26岁的女孩子来做的 来注射的 第三个呢 就是要保护 就是要隔离带避孕套 所以带避孕套是可以防止的 是不是 对 因为它是由乳头状病毒造成的 所以割离了病毒 那就会减少它这个发病的几率 但是这个预防针也不是100%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 这子宫抹片 定期做子宫颈的检查和身体检查 是 所以我们要做到三管齐下 三样都同时做到的话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掉 有这个几率可以有这个子宫颈癌 所以不管是什么疾病 我们都是要知道 要早期的预防早期的治疗 这样子呢 才能够确保身体的健康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医师 谢谢你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看 住在LA 结束 Sev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